今天是2020年9月10号 现在是早上9点半 我在的地方是台南市的中正路 在台湾文学馆的前面 我今天要来做一趟文学之旅 这里是台湾文学馆的外面 我现在正要往大门前进 这边有一个很不错的雕塑 看来应该是一对男女 台湾文学馆 它是早期的台南市政府办公的地方 后来台南市政府办到新的地方 这里就变成台湾的文学馆 早上空气很好 有看到很多麻雀 在附近飞来飞去 我的前面就是汤德章纪念公园 汤德章纪念公园 台湾文学论称特展 台湾文学论称特展 参观佐藤春夫 他的台湾旅行人学展 那我现在正要走进去了 有多少张在心来 国立台湾文学馆 国立台湾文学论称特展 再看一下他的正门 这笑容温暖城镇 台湾文学论称特展 台湾文学馆我已经参观完了 因为走进去 它说里面不能摄影 只能拍照 如果要摄影的话 要一个礼拜前提出申请 那不能摄影就算了 我就只拍外面 走在里面 我觉得蛮有文学气息的 今天所展展里面所展览的走腾春夫 是蛮值得一看 因为它是从1920年6月来到这里 到2020年的6月刚好满100年 所以它展览的主题就是百年的相遇 台湾文学馆 再走过去就是孔庙 台湾文学馆就介绍 到这里